嗨,大家好,Hello,What's up,我是Richard,一个来自华尔街投行的地产经济和投资人 我现在走的社区呢,是在Portola Springs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钢需房 连连看,四连看,看四套房子 我们今天会看的社区有Portola Springs,Great Park,Uberi和North Park 那我们今天先看的这套社区呢,Portola Springs 这个房子四房4.5位,实力面积呢,3500尺 价格238万,我们先看房子吧 看这个房子呢,就是它是这个路里面,最里面的这套房子 所以它这套房子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 因为采光啊,应该也没有遮挡 位置呢,也比较里面,所以就比较安静一点 对,而且它是带车道的嘛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挺好的 是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房子外观有自己的车道 然后前面这边的绿花应该是HUA负责的 对,这个房子外面就是,看上去就维护得很好啊 对 对吧,跟新房子也没有什么差别 进来这个门廊啊,很宽啊 对,然后有一个玄关,这很好,可以放鞋柜什么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挑高的,楼梯这边进来是很宽敞 这种空间感是给的非常足够 对 然后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就是它的客厅嘛 然后这边全都有滑门连接室外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餐厅 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厨房 厨房真的是很宽敞啊 对,而且作为二手房来说,你没有觉得它的层高很低 然后因为它有足够多的这个落地门嘛 所以你觉得它采光也很充足 而且客厅还配有壁炉 对的 对的 然后客厅这边左边是它的一个laundry 和车库的入口 还有一个客人用的powder room laundry,powder room 看一下,好 我们去看一下主卧 主卧是设置在一楼了 对 这个是跟现在很多房子有点不一样 有些人会很喜欢 因为一楼呢 不喜欢爬楼梯的人 对,不想爬楼梯嘛 一楼就是主卧正好 而且主卧这个地方呢 跟这个后院是相连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加分的项目 因为很多四五百万的房子 也就是这样子 对 而且的话跟所有次卧都分开嘛 次卧都在二楼 你的私密性会很好 然后这个是主卧的浴室 好 还有它有一个walk-in的closet 然后行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吧 二楼先上来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loft 嗯 这个loft很宽敞 对 而且很亮 对 因为它开了很多窗了 没有任何采光的问题 loft的左手边是两个次卧 对,两个次卧是对称的 然后大小都是非常公平的 对半分 对吧,很对称 对 然后 做小朋友的房间足够了 每一个房间都有自己的walk-in closet 和配套的洗手间 配套的洗手间 因为是四房四点五位的设计 好,这边对称的 所以过来这边 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有它的walk-in closet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洗手间 ok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楼上的第三间房子 是在那边的角落 所以跟这两间房子是互不影响的 还是蛮有隐私性的 对吧 大家都分的比较开 这个房子比那两个房子要大一点 然后有自己的closet 然后它呢 这个地方还有自己的那个双洗手台的浴室 这套房子呢 是在大公园Cadence Park 然后这套房子是四房三点五位 室内面积2900尺 价格是219万 非常现代的外观 然后一进来这边是有个门廊 然后我们进来看 开放式的格局进来就是客厅 然后右手边是餐厅 然后厨房 操作空间 对 整体这个房子色调很轻 所以显得非常的现代 然后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也很好 开车两分钟就可以到普特勒 High 是 这边它有一个侧员 对 我觉得这房子基本上就另包录住了 你也不用做什么装修什么的 房子整体状态很新 是2022年交房的房子 对 一楼的卫生间 这个其实是podroom 这边是一楼的卧室 和它专属的洗手间 对 专属的洗手间 然后我们上二楼吧 楼梯是在这边的 比较隐藏 是看不见的 嗯 这个挺好的 在风水上面这样比较好 对 这二楼呢 就是一进来的右边 就是看到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 这个 loft 那我们先看主卧吧 先走到这里 loft还是蛮明亮的 因为它有窗嘛 这边 这个是主卧 哦 主卧还有一点view呢 对 主卧带一点 Dio 还有一个自己的阳台 对 对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主位 很大 这个主位有点像那种 toe brother盖房子那种感觉啊 很现代的主 然后这边还有个开窗的地方 对着它的浴缸 walk in the closet 领域房 最左边是洗手间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房子 剩下的两个卧室 是在另外一侧 楼侧的另一侧 对 也是互相不干扰的设计 然后中间这个应该是laundry 对 这个是laundry laundry带窗这个很好 哎 还有 这边第一间楼上的侧卧 这个房子非常方正啊 格局啊 然后采光我觉得也都不错 然后对称的就是旁边的另外一间 然后这两个次货共用一个洗手间 是吧 对 这个就是它共用的洗手间 ok 挺好的 好 整体状态很新 是 我喜欢这上面的采光啊 它给我感觉上还是非常明亮的 开走日常 哈哈 走吧 我们现在来看Uber这条 数据是四房三位 2650尺 价格是225万2010年的房子 那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街道 我觉得Uber的绿化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 Uber的绿化啊 树啊 街道一个是比较宽 树呢也比较茂密 也长得比较高 对吧 这个是 挺不错的 所以很多人也觉得Uber的地理位置也很方便 因为它离Uber town center 就是非常非常近嘛 对吧 嗯 好我们去里面看看吧 对 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左边进门就是一个次我和它单独用的洗手间 对 然后这边进来的客厅 有它的壁炉 然后这边是楼梯 带采光 开窗 然后呢 再往里面走 就是先是看到这边的后院 右后院是它都做好了 还做了水井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舒服的 但是有一个像California room的设计 Woolery就是它总体植被都比较茂密一些 对 然后厨房 然后这边有个导台 对 这样 一楼就是这样啊 就是公共区域加一个次卧 对 然后我们去楼上看一下 这个房子如果我们买的话 肯定是要翻新的 它毕竟是2010年的房子了 对 13年 对 13年了嘛 是有点老的 但是Woolery这个位置确实是很方便 对 它就是买这个位置了 这个房子 然后这边 我们先看这边吧 这边有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对称的另外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是laundry laundry 两个卧室共用的浴室 浴室洗手间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 它有一个office的设置吧 哦 这还挺好的 它还做这种透明的门 是 这边还有个小的 隔出来的空间 可以放点东西 放把椅子什么的 对 放点书柜啊 什么的 Chill's office倒还挺不错的 然后主卧 主卧我感觉采光比较好 你看 嗯 然后主卧比自卧都大好多 它把空间都给到主卧了 对 看一下主卧的洗手间吧 对 主卧我觉得是这个房子里采光最好的 是的 然后淋浴间 微信间 这样主卧真的是采光最好的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套在North Park小区的环境 那它是在一个口袋街的位置 所以地理位置上说在这个小区里面 我觉得算是在不错的 而且你看这一边开好多窗 我感觉采光肯定没有问题 然后的话North Park这个小区是一个门禁社区 对 然后这套房子的数据你给大家说一下 是四房2.5位 室内面积2110尺 价格是180万 2000年的房子 所以是200万以下的房子 对 200万以下的 而且是独栋 OK 我们进来现在看一下 采光确实不错 跟我们在外面看的一样 因为它确实这一面 开了很多的窗户 对 进来是一个小的会客厅 然后是餐厅 这边就是客厅了 对 它分区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然后有壁炉 这挺好 而且这壁炉是烧柴火的壁炉 然后这就是它的餐厅吧 它其实餐厅就有一个 那边也有一个 就是早餐厅 那边可能是比较正式一点的餐厅 这个又算是小的早餐厅吧 对 然后厨房 厨房是通车库的 对 就在这边乘库 对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 就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Powder Room 对 Powder Room 这边有一个 挺好 然后去我上看一下 180万 我觉得性价比目前来不还可以 是 你肯定是要翻新了 这是肯定的 但是这个价位 因为这房子是2000年的嘛 所以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所以肯定是要翻新的 对价位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先看右边吧 右边上来 右边上来 这是第一套 这个是主卧的位置 也是采光挺不错的 它只是现在把这个窗帘拉上来 然后是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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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窗帘 中间这个应该是冷水 右手边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拉个镜头 右手边 这应该是 哦 这是一个共用的卫生间 对 然后这个是卧室 所以它所有朝这一面的采光都特别好 对 它就是两边 它把卧室放在两边 然后两边都开窗嘛 对 这个房子格局设计的时候 它知道这个房子的特点和优势在什么地方 所以它把卧室啊 都大多数卧室都放在这一边采光好的地方了 这个是可以做个书房 但是应该是它的loft 对 简单单 也不错 性价比不错 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80万 现在r1能买什么样的房子 这样就差不多了 OK 所以房子我们看完了 我们说一下总结 这四套房子 我觉得在市场上 都是具有一个代表性的作用 它能代表200万左右的二手房 在r1你能买到什么样的房子的品质 那也不是说这四套房子是最适合你的 我觉得如果今天的视频通过这四套房子 你更好的了解到了r1市场上200万预算的刚需房 是什么样子的话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对你有帮助的 这也是我们制作这期视频的初衷 那200万的预算值得要去提的一点 就是说确实需要在r1的市场上做一些取舍 你也可以去考虑更新的房子 更开放的格局 200万的预算也完全可以买到新的社区 只是你要去平衡你更喜欢什么样的 如果你是喜欢房子位于更成熟的社区 更中心的位置 可能二手房更适合你 但其实如果这些开车可达的距离 很短的距离也是你可以接受的话 我觉得新房也是不错的选择 200万确实是需要一个做取舍的价位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Richard 一个来自华尔街投行的地产经纪和投资人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欢迎你点赞关注收藏 如果你想看其他房子的视频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我们会根据你的留言去拍更好的视频 给到你希望能对于你买房的整个旅程 做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这也是我们想一直做到的 和呈现给镜头前面的你的 大家好 我是Richard 下期再见